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NUJIS因为出演宣传韩指的影片 而受到了部分中国网友们的攻击 该消息也登上了韩网的热搜一位 今天,根据多数媒体报道 12月6号,NUJIS出演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为了宣传韩指而制作的YouTube影片 在影片中,NUJIS成员们以韩指为主题聊天 也一起学习了制作韩指 整个影片的主轴就是宣传韩指的用处与优秀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影片公开不到一天 NUJIS的官方IG账号就出现了3000多条中国网友们的恶评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一样 中国韩国网友们人身攻击性的留言就没有带来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是在宣传韩国的传统纸而已 影片内容也没有说韩国是第一个造纸的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高兴的话可以请中国艺人宣传中国纸啊 我们也知道造纸数的起源是中国 但这个跟宣传韩指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上传了个宣传韩指的影片就要被说是小偷 还要提到王羲之呢? 那如果上传了宣传韩国公司飞机影片的话 就是小偷还要提到莱特兄弟吗? 有可能就是有网友把错误的翻译上传到中国网路上了 所以中国网友们才会这样 对于牛津斯的韩指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1月份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首先是男团 20位Highlight 19位Pentagon 18位Infinity 17位Winno 16位MonsterX 15位ATG 14位Shinny 13位TREASURE 12位Tomorrow by Together 11位N.I.P 10位BIGBANG 9位Astro 8位B2B 7位Doboyce 6位Straight Kids 6位Straight Kids 5位Exo 4位Super Junior 6位 bizim 7位G film 6位City 2位ICT 2位F disrupted 音乐男团排行一位是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正复评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83.10% 接下来是女团排行 20位 19位 18位 19位 17位 16位 15位 13位 13位 12位 A-PINK 11位 10位 Oh My Girl 9位 9位 A-POP 8位 Red Velvet 7位 6位 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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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女团排行 因为是NuGIS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突破 记录 横扫 OMG Ditto YouTube 征服评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86.9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